有风去吵 有火 没人开热火了 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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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 郭总 您让我找的二十年前孟佳诗环 有线索了 那场火灾 是找到了孟师夫妻的尸体 孟佳大小姐的尸体 尚未找到 也就是说 孟佳大小姐 岂有可能活着 我的羊羊没有死 早 不及任何代价 不及任何成果 一定把他给我找到 孟总 时隔二十多年 郭佳大小姐犹如大事劳针 更何况 您的消息一旦发生 就会出现众多鱼木混住之人 汹涌这块玉配另一半 就是我要找的 是 弦阳 无论天涯海角 我一定会把你找到的 这些都是您今天要喝的保健品和补汤 这水这么疼您是要烫死我呀 我一会儿还要上台唱歌呢 我的嗓子要是受伤了 你负责到这个责任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云姐 我现在就去给你换 一夜 我记得你跟我说 你们家的条件挺差的 你怎么会有这么迷惑 云姐 这个是我从小就带着的 我没有弄花钱的 我赚的钱都寄给爸爸了 这真的是我从小就带着的 行了 我只有看他挺好看的 随口问问你 正好我今天也想买一颗带的 你把它摘下来 依依 我记得你还没转正 还是个实习生吧 明姐 这 这个动物很重要 等我重新换杯水过来 林姐 你记得一定要还给我 林姐我马上还来 没想到这个穷村实习生 居然真是故事要找 故事集团全是刀天 要是我跟他们谈上关系 那以后 我岂不是平补青云一世无忧了 喂 您好 秦明是张明星吗 云姐 水 把今天通告都给我推了 我有个重要的私人心情 好的 云姐 云姐 我的玉佩可以还给我吗 就在那边桌上 自己不会找啊 啊 云姐 玉佩不见了 云姐 那是我哥哥给我的 这个玉佩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求求你了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拿了你的玉佩 刚才是你问我要的 你的玉佩根本不值钱 我也看不上 就算它很贵 那又怎么样呢 你一个穷村实习生都能买得起的 你觉得我买不起吗 不是 云姐随便一场通告费 都上百万 你觉得他会看得上你的东西 自然说了 这坏空间来来往往人这么多 你自己不把自己的东西看好 还在这怪别人啊 不是的 刚才是云姐的 手上把东西 哭哭唧唧的听着就烦了 你 带着他 去买个新的 我报销 好嘞 云姐 云姐 你不能这样 你把我的余配还给我 行了 你别得了便宜还不知足 云姐报销 买你十个余配都足够了 我不要 我要我的余配 电话里说 物事学院启示 你有重要线索 我想 我需要见下你的故事 好 这边请 不能关公关 我另关 nem 无论 要是我说得比我的 这个月配对我来说 很重要 我求求你了 把它还给我好不好 哥哥 顾总 这是赵女士的预配 燕燕 我终于找到你了 燕燕 预备 喂 你还走不走呀 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预配 你说你是一个猪脑袋呀 这钱你还花不花了 不花我可帮你花了啊 你告诉我吧 那个预配在哪里啊 放 你怎么这么小心呀 烦死了 我去给你拿药 燕燕 从今以后 我们永远不分开 那如果 我们走丢了怎么办 你看 这是我送给你的信物 你一定要保存好 云 云姐呢 云姐去故事集团 你是她的助理 你来问我 听谁拍了你 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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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预配 真是没想到 这个瓶孙悟见了些梦的 还跟顾夜里两险无猜 哎呀 可惜了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的 破坏我飞上枝头变凤火的机会 燕燕哥哥 她是我的助理 她自己丢了高兴 真是怨我 虽然她平时做事毛手毛脚的 但是我真没想到 她居然会这样强杀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没有强杀你 我 我哥哥给我的玉佩 云姐 云姐 我求求你 你把我的玉佩还给我好不好 你说 这块玉佩是什么 那是我从小带到大的 是我哥哥留给我的玉佩 胡说八道 这块玉佩 从一开始就是我的 我的这块玉佩 是可以跟哥哥生下那块 合二为一的 你说 这块玉佩是你的 那你说这是什么什么的 我 我不记得了 杨阳 你就是太心软了 才会让这些白眼狼 待在你身上 我没有撒谎 我没有撒谎 是云姐要看我的玉佩 然后她 我就把玉佩给的 她就不管我了 够了 我看在杨阳的面子上 才跟你在这浪费口 正可以杨阳提前告诉你 要不我不给你骗 骗 我没有骗人 我只想拿走我的玉佩 这本来就是我的玉佩 我和创伤后遗战 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这块玉佩是我哥哥给我的 也是正人皆知的事情 你看到故事的寻人启事 启的歪心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你要是想把叶里哥哥送给我的玉佩拿走 这全有可能 云姐 这都是我告诉你的 怎么变成你的事情了 还有什么顾家的学生启事 我根本都不在乎她 我就是想拿回我的玉佩 我就是想拿回我的愿 这是能复义是吗 泱泱泱给你工作 给你赚钱的机会 你却做这样的事 不知感恩 舔不知痴 动鼻子上脸 你今天过来找她 不就是为了钱吗 好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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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这些欠 我 我没有 你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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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年华 你不用离去 喜乐也散伤 你们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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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云飞 你看看富士的学院喜事 纸外新锁可以理解 你以后别找洋洋了 叔叔家做生意出了点问题 你们顾家别被我们连累了 叔叔阿姨 别担心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会保护好洋洋的 心里哥哥 这么久 我把你的云飞弄掉了 姨姨 姨姨 不好了 不好了 你爸他吐血住医院了 什么 爸爸 一生我爸情况怎么样啊 我没事 等会就能出院了 不行 你上次就已经提前出院了 这次不可以 我还要去工地 不能耽误事 不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你这次在医院 无论如何都要接受治疗 不是我真的要生气了 这人家说 跟我出来交费吧 病人情况现在不如乐观 癌细胞现在已经扩散了 如不加紧入院治疗 恐怕有生命危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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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多少钱 保守估计 一百万几步 端借钱就费吧 我 我 也 我 我 你 每天啊 你就好好在医院待着 我现在就出院 医院花钱 没关系 没事 今天在片厂搬东西不小心摔了一下 不碍事的 爸 我现在能赚钱了 医疗费不用担心啊 儿女大了 有孝心 这是好事 你就安心养病吧 别这样子 不然孩子出去打工 他会担心你的 别担心钱 对了 我儿子这儿有个活儿 我可以介绍给医医啊 去那个豪门宴会厅打工 一天有三千块钱呢 真的 婆婆 工资呀 当天结算 也就是有一点 给这些豪门打工呀 委屈还是有的 不想不准去 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爸 你就放心吧 婆婆 明天帮我照顾我吧 我决定了 快看 那不是那个郭敬云一天照顾那儿 这是顾总的青梅竹马 孟家一猪 这两人在一块儿 真是狼才领帽 把您这样 诸位 今天我邀请大家前来 是为了宣布 我找到了孟家的遗珠 孟泱泱 我的泱泱之前流离失所 受尽了苦难 如今泱泱回归 或宣布 我要将故事集团一半的股份交给泱泱 芽芽 从今往后 故事集团将是你的靠山 燕丽哥哥 其实我不需要这些 只要能待在你的身边 对于我来说 就是最幸福的存在了 芽芽 你们孟家对我顾家恩徒如山 这些 比起叔叔阿姨对我的好的事 简直就是紧密码 诸位 今日 我向大家正式宣布 孟泱泱将是我顾宴里的未婚妻 把我的鱼费还减我 芽芽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你已经不是我的助理了 芽芽 我也原谅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也原谅你的妄想症 给你对我的嫉妒心 但是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我没有嫉妒你 我只是想要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我求你 我们芽芽可真好看 长大以后嫁给燕丽哥哥好不好 芽芽以后要做燕丽哥哥的新娘子 芽芽 我会让你成为实际上最幸福的新娘子 芽芽 寻人启事 顾眼里原来如此 你装扮成这样 别也不知道的心思 我有什么心思 我只是来工作的 那个芽芽本来就是我的 我说过 再让我见到你 后果只是能知道的 张秘书 把人给我拖出去 深居高位就可以抢人家东西吗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那个芽芽本来就是我的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 爸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吗 你过来干什么 我担心你 我担心你 这宴会的阿狗是谁负责的 什么阿猫阿狗和乞丐都能起来吗 顾总 是我的树获 我说就把他们带走 张秘书 算了 这毕竟是依依的父亲 他不会说话 拉扯依依长大也不容易 宴里哥哥 既然他们来了 咱们就赏他们一口饭吃吧 邦家大小姐还真是心地善 这父女俩一看就不来碰瓷闹事的 还给他们饭吃 要是我 早把他们撵出去了 一个哑巴能养出什么好活色 估计这都是哑巴教唆的吧 你们不可以说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什么都不知道 而我 我也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 你费尽心思想证明这块玉佩是你的 不就是为了钱吗 想要钱 我给你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爸 如果你现在跪下给泱泱磕三个头 并且说出对不起 这钱就是你的了 爸 你必须要去医院接受治疗 我不能让你离开我 恕女儿不孝 云姐 对不起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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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叶 恭喜你 你爸爸有救了 但是你哥哥 是我的了 放开 爸 儿子 放开 爸 儿子 放开 爸 儿子 放开 我们去医院 从小到大 我是怎么教你的 不是接来之事 再苦再情 都要有尊严地活着 爸 我就想给你一点好的生活 赚钱给你治病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爸 爸 爸 你坚持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医生 我爸爸怎么样了 这是病危通知书 你签个字 医生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的 医医 不不 我很害怕 既然自有天相 你爸 医生呀 就做善事 老天 不会亏待他的 啊 病人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 艾西网已经扩散 需要进行化疗手术 坐 我们坐 立马坐 医生 不用担心手术费 我有钱了 这个卡利又50了 可化疗手术一旦开始 这50万 根本挡不住 没关系 我 我钱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去赚的 行 你待会把钱交一下 婆婆 我要再去找些兼职 我爸爸这边 你就先别告诉他 好不好 好 我们医医 最懂事了 谢谢婆婆 我记得 今天咱们小区那儿 要招什么 是要给那个 有钱人家的别墅 去打扫卫生 一天 用5000块钱呢 你去不去 去 进来吧 奇怪 这里为什么这么熟悉 干活的时候 麻烈点 仔细点 打算弄坏了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我会注意的 工资 每天5000 你需要在五点前 打扫干净 打扫完了 找我结账 工具在那儿 开工吧 这么大的房子 我得攒多久的钱 才能给爸爸买一套啊 我面前 还在上 最终的 他是 他是 他 帮助 一 他 了 他 他 Even 原来我就是梦阳阳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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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你什么呀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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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我 眼里哥哥 谁让你这么称呼我的 又是谁让你来这里拿我照片的 你知不知道 以你的身份 根本没资格动这张照片 对不起 我 我就是来打工的 音音 你把钱已经收了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 甚至还来到了我家 但是我再警告你一次 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你家 对 这就是我家 虽然大火毁掉了不过痕迹 但是 眼里哥哥 已经尽可能的帮我修复了 我警告你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眼里哥哥 那是我们的盒子 都被他给弄坏了 你 从宴会庭再到现在你做的这些实情 不就是为了要钱吗 想要钱是吧 哈哈 这个卡里二十万 把这里打扫干净 拿着钱滚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因为你见我 那 那需要多少钱 保守估计 一百万起步 我要你用手 把他们全都捡起 这地上都是玻璃渣子 你让我用手捡 没错 让你用手 如果没打扫干净 这二十万就别想在哪儿 孟洋洋 现在的你不是那个千金小姐 为了爸爸 你别无选择 眼里哥哥 我怕血 洋洋 别怕 第一 我要给你三分钟时间 三分钟如果没打扫干净 透过自罚 还不快滚 顾眼里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你后悔了 该怎么办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唯一后悔的事 就是没有早点听央眼的话 早早惩罚你 谢谢郭总 拿着这些钱 付恩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如果你现在跪下给泱泱磕三个头 这钱就是你的 因为我是没你的心 我一定要到村口 为什么 我都说了月配是我的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我都说了月配是我的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我眼里 这就是你说的 一年在心中 无论任何时候都会找到我吗 有一点忘了过的是什么感觉 依依 你抽到钱了吗 你爸的状况不太好 我抽到了 我现在就过来 师父 我爸生病了 这里实在打不到车 您能载我一程吗 行 少车吧 谢谢师父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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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谁 我爸马上要做手术了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你们是谁啊 你们要干什么 不用管我们是谁 就因为你活着 挡了别人的道 所以 必须死 我求求你们了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爸 小妹妹没用的 好啊 就因为你有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身份 你的命呢 够我们哥几个祸 我好几倍子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借阎王去吧 来来来来 你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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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你来 一个 小天啊 大太一 小天啊 你ひ呢 给我 我毒 script 给我 аша 我马上帝了 你干嘛 怎么 看见救命恩人 就这个反应啊 谢谢你救了我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那既然是大恩大德 不如 以身相许 不行 我可以给你钱 这个不行 给我钱 那你觉得 你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 你父亲没有工作 在工地打人工 你明明考上了大学 却因为加进入体 放弃学业 平时 打五份工作兼职 最近刚丢一份 明星助理的工作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我只是很好奇啊 你没钱没权 为什么会有人追杀你呢 你别怕 如果我想杀你 那我就根本不会救你 你现在更应该想想 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就因为你有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身份 他现在宛如天上月 可能 我的存在 让他蒙羞了 看来 退上号了呀 怎么样 要不要哥哥我帮你啊 这是 以德抱怨 他现在根本就不认识我 好了好了 别哭三个脸了 哥哥我呢 最恨不惯美女不高兴的 我 我想见我爸爸 那你答应我 待会儿 不许哭鼻子 只要能见到我爸爸 我保证 跟我来 就这儿了 姑奶奶 不是说好不哭的吗 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救救我爸爸 好不好 我求求你 救你 可以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跟顾燕里 到底什么关系 我劝你最后 实话 实说 我之前 为了讨回我自己的东西 跟他见过几面 他对我厌恶至极 在他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 为了欠 可以做任何之事的 下贱之人 我就说嘛 老姑他不可能 喜欢你这种内向 那所以 也肯定不是他 动的你 不是他 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想杀我 我现在只想救我爸爸 我会努力赚钱的 没问题 我帮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眼睛 很像我的一位过人 从前 我只能在他身后观望他 来 先起来 我会安排你爸 继续在这家医院 接受治疗 这家医院是 江城最好的医院 你可以放心 真的 谢谢你 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然后还你钱 杨杨 眼前的这个女孩子 真的好像你 好啊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大债主了 你之前的工作也都没了 你打算 怎么赚钱还我呀 嗯 之前婆婆给我找过几个服务生的工作 可是都被我搞砸了 你大学学的是 金融 嗯 那你想不想进金融行业 当然想啊 但是我的简历 不仅连出筛都过不了吗 没事 我有个朋友 是有名的企业家 你跟着他干 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 真的可以吗 放心吧 等会儿消息 老顾 听说你开了个助理啊 啊 有话直说 我介绍个美女给你做助理 怎么样 不需要 不是 咱还是哥们儿嘛 我 哎 少爷 您只不过跟他萍水相逢 您却把他送进 大家挤破头刀进的故事集团 还要帮他那得癌症的低 甚至还帮他挑衣服 您到底是为什么呢 去查查最近被顾宴里 认错梦家大小姐的赵云 少爷 您为什么要帮他呢 因为 他太像 多办好了 姐 我们兄弟俩办事 你还不放心吗 尾巴都擦干净了吧 绝对没有 这四个人知道这件事 很好 老规矩 拿钱消失 等我叫你们回来 再出现 是 好 看看吧 要好看的衣服 才能配上美人的脸啊 看看吧 看看吧 太贵了 太贵了 去上班 去上班 当然要有门面的衣服啊 当然要有门面的衣服啊 不然啊 丢我的脸 上班 我能去进入公司上班了 即日商人 老顾 新助理是我的人 小白兔一个 你可别给我吓坏了啊 对不起 我这就走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允许了 你先是冒充梦泱泱 然后又打扮成这副模样 你不追到我 是不罢休是吧 不是的 是四羊哥哥介绍我来这里工作 我不知道是你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四羊哥哥 几天不见 你就勾搭上我身边的人来 你处心积虑地做这些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收起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杨阳 如果你再哭 你就变丑了 顾燕姨 你真是疯了 才会觉得她和杨阳有相似之处 这个女人不过就是一个败金女 对不起顾总 我先走了 陆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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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处心积虑地接触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吧 装什么情况 神经病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 如果早知道是你 我都不会来 你这样做不就是为了钱吗 这个是苏和酒吧的合同 今天晚上 你去苏和酒吧 把这个合同给签来 不管你做事 哪怕是别睡 明天早上 我要在桌上 见到这 不可理喻 请求二叔啊 顾总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的 你的助理我做不了 你另请告明吧 你不想救你父亲的办法 卑鄙 卑鄙 让员工为了合同 去做出卖自己肉体的事情 还拿我爸的事情做威胁 不是卑鄙是什么 选择全在你手里 顾原理 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顾总 张秘书 顾总 跟新丰公司的合作事宜 跟进到怎么样了 新丰公司对于跟我们合作 拿出的十分的成因 具体细节已经全部消跌 并且他们还拿出 比原价低于百分之二十来跟我们合作 您只需要签字就好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我已经交给刚才那个助理 是 诶 今天晚上的会议 帮我取消 我有个私人宣传 顾总 今晚上的会议 对于我们公司发展十分重要 我不想说第二笔 是 顾原理 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顾原理 啊 我干什么 哎 喝一个呀 哎 好好喝啊 走啊小 看见美女看傻了 没事 好像 看你一个熟人 哎 这到处都是熟人 走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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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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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啊 赵总 赵总 您别生气 这杯 我敬你 我敬你 呜 摁 啊 啊 咳 呜 一瓶起啊 赵总 我是真喝不了这么多了 喝不了 啊好 刘经理 送客 走了 赵总 您这是为难我 为难你 在我的地盘 就得按我的规许来 赵总 签合同 不一定只要喝酒的 在我这儿 签合同就没喝酒 对不起 我不能违背原则 赵总 这小丫头真走 咱里合同怎么办 看来她是一点内幕都不知道啊 派个未出茅庐的丫头来 故事集团 只是一点都看不起咱呀 是真恨不起咱呀 这故事集团呀 是 是真没格局 不过 这小丫头 看样子走了就不会回来 人为无斗米 则妖 她要真是真结恋女呀 刚才那杯酒她都不喝 赵总英明 姑娘 如果你知道我就是孟样样 你会后悔让我来做这种事情吗 不行 为了爸爸 姨姨 你今天就是喝死了 你必须要拿下这个订单 赵总 今天是我第一天入职 刚才 冒犯了您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喝了这瓶酒 咱们就把合同签了 儿妈 这酒啊 你得坐在我的腿上 喂我喝 赵总 还请您截身自好 小姑娘 我也不为难你 既然你初出茅庐 我就大发慈悲 当一回你的人生导师 教教你 这合同应该怎么签 得了 多少人千方百地 只想爬上我们赵总的床都没机会 你别不识好胆 赵总 做人要有原则 哈哈哈哈 原则 原则能值几个钱 能给你带来什么呀 酒我可以喝 其他的 我做不到 装清纯是吧 不喝酒是吧 赵总 男女瘦瘦不轻 瘦瘦不轻 我现在就把你 九弟重罚了 救命 不喝 别怕 有我在 你敢动他的人 我让你生不如死 别怕 有我在 你敢动他的人 我让你生不如死 不是 你他妈哪个人 从我改坏老子的好事 正当你的口也看清楚了 我是谁 我管他妈你是谁 坏不好事情 我冲你 四杨少爷 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 哎呦 鬼呀 跟他道歉 这位姑娘 我错了 我不是人 我混蛋 你原谅我吧 你 道歉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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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交给你出去 四杨哥哥 他们已经道过歉了 这次就算了 只是 他们之后 也不能跟别的女孩子这样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 姑娘教育的 是 还有 我的合同 这 这就欠 这就欠 我这就欠 哈哈哈 四杨哥哥 让他们走吧 急什么 喝杯酒 就让他们走 滚 四阳哥哥 谢谢你 又救了我一次 依依 你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我来签合同 老姑让你来这儿签合同 不应该啊 她从来不让员工来这种地方 或许 因为我是新任的缘故吧 没事 我先送你回去 老姑 我回头再找她算账 敢这么欺负我的人 赵总 你说咱为什么那么怕那臭小子 你小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他可是李氏集团的公子 他们家不光从政 和那个顾宴里那都是铁哥们 江城人都知道 那这事这小丫头知道了 回去抖肉城 顾宴里知道了咱们这合作情势 没事没事 能瞒一会儿试一会儿吧 看那小丫头 她也不是个受宠的主 是 谁说她不受宠 顾宴里扒 你怎么说两只手都动了 咱有话说话 咱别动手 骨头 你这上来就打呀 不问为什么 这说出竟是什么道理吗 谁给你的资格感动我的人 顾总 顾总 我不是老太在年轻人的 我要知道是你给我一百个打子 我要不喊他 谁向他去认错 当心 记住 今天的事 不许告诉他 顾眼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看到熟人了 认识认识圈 我不去 怎么办 老郭 老郭 对不起 你接受他们道歉吗 不敢不接受 好 既然接受了 滚吧 老郭 你怎么来了 你能来我怎么不能来 跟我走 顾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要回去了 下班 顾眼里 资本价也要给员工放假的 老顾 你欺负一个小助理干嘛呀 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好好照顾他 我给他机会 让他赚钱有问题吗 顾眼里 你现在已经为了钱 开始不择手段了是吧 你第一天就说 顾眼里 自从羊羊失踪以后 你就变了 变得失快 变得不可理喻 现在什么东西在你眼里 都比不过钱了是吗 只有钱才能找到羊羊 这是事实已经验证了 不是吗 那你那个赵云 她是羊羊吗 李思雅 你敢再多管闲事 试试看我把我敢动你离家 李先生 李先生 你疯了 你走啊 蜘蛛走 姨 别怕他 跟我放 你们都放手 四杨哥哥 你把我介绍来这里工作 我肯定要努力做好 不能给你丢脸 你明天下班以后 我去找你 我去加班吧 顾雁离 除了羊羊从未见过 你对别的女生这样过 顾雁离 你干什么 今天的事是你搞砸的 你不爽我 你可以开了我 我都说了 我不是故意要出现在你面前的 可是你找人对我动手动脚 故意为难我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出丑 看我难过 你很开心是吗 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到你了 哪里得罪到你了 我的爸爸都那样了 我就是想专家给他治病 我怎么了 有错吗 没错 你以为我想那样吗 李一 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装什么了 别再耍你那些小把戏了 你到底要模仿泱泱到族的时候 我没有要模仿他 因为我 因为我就是孟泱泱 你的手受伤了 李一 你这招以退至今的方法 可能对别的男人管用 但在我这里根本不管用 这个合同 已经在四阳哥哥的帮助下签好了 请问我的奖金什么时候可以打给我 我的手受伤了 你的提成就当做医疗费了 你的手受伤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当然有关系 难道你以后出门撞墙了 不小心摔倒了 都要算在我头上吗 这很好笑吗 如果你想让你的提成也可以 来做我的包吗 什么 照顾我的衣食起居 如果做得好的话 求奖金 我不要 你不想救你的父亲吗 卑鄙 卑鄙 卑鄙只是总裁的其中一项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我答应你 让你会去打我们的父亲 叶宁哥哥 我给你买了你 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叶宁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 丝阳 让他留在我这儿当助理 丝阳哥哥 还真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每一个美女 他呀 打小就这样 对了 你怎么在这儿 叶宁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云姐 我不是为了顾总来到这里的 我爸生病了 我需要赚钱 没关系 既然如此 你就好好工作吧 叶宁哥哥 我给你做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好 一一 愣着干嘛 你要等奄奄才开啊 好吃吗 好吃 没有芝麻的糖醋排骨是没有灵魂的 叶宁哥哥 我其实做之前我问了伯母你现在的口味 我怕做的还跟小时候一样 你会不习惯的 习惯的 只要是鸯鸯做的 我都喜欢吃 那今天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早点回家吧 走 顾总 我可以下班了吗 一一 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啊 只想着倒掉就下班 一一 把桌子上的文件整理完 你就可以下班了 吃个糖醋排骨 秀什么恩爱啊 这么多文件 我就看 如果知道她是假的梦痒痒 你该怎么办 燕丽哥哥 你送我进去吧 晓晓 今天太晚了 明天我还有会的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哥哥 谢谢你哥哥 李依依 天堂有路你不早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既然上次没死 那这次 我今儿错过眼灰吧 为什么我明明厌恶她 知道她是个指爱前的骗子 却还忍不住靠近她呢 顾总 我知道您不信任我 千功就没什么必要了吧 我公司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而且您这么缺钱 顾总不用担心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 做人可以穷 但绝对不可以做偷金摸狗之事 况且 顾总 您的自信 可能即将消失 这些 是集团近半年来的报表 我都整理出来了 报表表面上是在盈利 但实际上是在亏损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数据都有问题 你能看得到 我好歹也是被各大名校争抢的人 这 你学历上写的是不容易 顾总 顾大总裁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的 就算有奖学金 学费全免 我也上不起学 况且 我还要给我爸爸转移药费 没有那么多心思放在学习上 所以 你就被他赶索专家了 没有啊 找了几分助理的工作 被你给搞砸了 天涯葛总的奖金 明天我回答你 太好了 明天你不要没事吧 你放心 不是开除 是售价 明天的医院拿了一个癌症专家作诊 你拿带你帮我去看一下 顾总 您的答案大得莫尺难忘 我奇怪 为什么他碰我 我却没有反感 而泱泱碰我却 张卫说 明天让孙医生 来医院给李一的父亲坐着 再次调查清楚 李四瑶为什么跟李一走得那么近 找到赵云爸妈了吗 找到了 自从顾总认了赵云人梦洋洋后 赵云就把他爸妈送到了非常偏远的地方 好像生不怕被人找到 我们的人到那边可费成长 想麻烦拿到赵云的唐发和血液 去做DNA 是 还有 他人在暗中保护李一 我怀疑 上次他差点被大火烧死 是赵云干的 如果被赵云发现他还活着 他会有危险 赵云 你为了这么一个没钱没事 来路过你的小姑娘跟顾总方言 值得吗 我相信我的知觉 爸 爸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你去哪里了 他们都不让我出去 我好着急 好担心你 爸 我没事 是四阳哥哥救了我们 还找了关系 把我们放到这家医院来了 四阳哥哥 是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哥哥 爸 我都想起来了 我的亲生父母都去世了 就算他们在世 也会教育我 好好照顾你啊 孩子 你吃太多的苦了 有爸爸在 一一就不苦 这里一看就很贵 你跟医生说 我今天就出院 爸 一一现在啊 有正经工作了 可以赚钱了 可以付得起医药费了 哦对了 今天有个专家过来 我去刮个号啊 不 不去 专家太贵了 你要赚钱 留着钱好过日子 爸 我昨天 刚接了一笔订单 奖金很高的 你就听我一次 好不好 爸 你在这等我啊 我去去就回 叔叔 您别担心 我是李思洋 谢谢你救了依依 少爷 他说谢谢您救了依依 以后 我不在了 请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依依 叔叔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情问您 您是在什么时候 捡到依依的 您别担心 我没有任何的恶意 我和依依自小就认识 她失踪以后我们都很担心 所以 过了这么多年了 她的家人 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她 捡到依依 是在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依依真的是痒痒 叔叔 你先好好休息 叔叔叔 快起来快起来 没本事 让依依吃了好多苦 现在我十日无多 您如果知道依依的身世 请您帮她找到家人 让她下辈子过得好一点 有家人依靠 叔叔 我跟您保证 这辈子 就算付出我的生命 我也会让依依依依 是无忧 快乐度过 少爷 依依别在所了 叔叔 您好好休息 我先去处理工事 呃 呃 顾主 孙主任说 李依依并没有出现 李依没有出现 四杨少爷去了李强的病房 可是没多久 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我知道了 退下吧 是 李四杨 依依去哪了 无言理 你最好是祈祷依依没事 不然你后悔一辈子 李四杨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你现在就去问你那个泱泱 她把医弄到哪去了 顾主 杨阳去哪了 杨阳小姐 也不见了 快出我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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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姐 你要干什么 你别乱来 乱来 相信你阴命这么大 我也不会乱来 之前那些事情 都是你做的 只管那些人做事不够仔细 你 上次让你谈了 那今天 我就让你 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赵云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只要你死 我叫你真实的梦香香了 小姐 小姐 赵云 你知不知道 杀人是犯法的 你这样做 你就不怕孤雁李和李四杨来找你吗 李和李是谁 我才是孟洋洋 我说他的话 他们不为真理 他们只守这天 你知道吗 就算你把我的尸体藏到天涯海角 你觉得他们就不会找到我吗 你不知道了呀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还要感谢孤雁李送我的这桶别墅呢 这个地下室 显得是为你量身准备的 我求求你你不要删我好不好 我要去救我的爸爸 我发誓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个孤雁李的身边了 我发誓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我最讨厌的 就是我努力的终点 是你追逐人的起点 凭什么凭什么 我努力的 我努力的 你还有大好的前途 你这样总会后悔的 你闭嘴 你知道我还最讨厌你什么吗 我最讨厌你身上这种善良的天真 你才是最应该被社会鞭策的人 凭什么是我 凭什么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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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相信过我是吧 那玉佩呢 玉佩你也不惜了 或许我就是太相信这块玉皮了 那我们这段时间相处有点点滴滴呢 就算我是假的莫泱泱 那又怎么样呢 我对你不愿意 有过一分一毫的假意吗 如果你不是泱泱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靠近我 你明白吗 哈哈哈 这样的到了 就会变吧 玉佩 玉佩 是呀 我的夜里哥我 还是我一个人的了 哈哈哈 玉佩 他生不如死 郭先生 顾燕燕 你瘋了 她是伤害一亿的凶手 你让我放了她 燕燕有创伤后遗症 她不会讲错的 我不允许你这样对她 听见没 放上我 不许放 我放她我就让 整个李家给她培葬 顾燕 燕 你这不是东西 带上这个女的 我们走 丁丁哥哥 我害怕你救救我 说 真正 泱泱放哪儿 杨战 你张考必考都是杨阳 你到底又没有想清楚 到底谁是你的泱泱啊 不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我确定她是泱泱 她就是 就算她不是 也要让我亲自也定 现在 把泱泱给我交出来 否则我们两个 你死了吧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就凭一块玉佩 你就立刻给你保护我 她是真的 啊 如果 她不是姚姚的话 她怎么可能引领一块玉佩啊 是她 瞧别人的女孩 明杰 明杰 我的玉佩 我哥哥给我的玉佩 明杰 明杰 我求求你 你把我的玉佩还给我 好不好 你说 这块玉佩是你的 但是我从小带到大的 是我哥哥留给我的玉佩 不可能 我的杨阳不可能是这个呀 你自己都说了 杨阳不可能对别人情怀恶意 更不可能一而再地想着无辜的而死 一而再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遇到李一吗 因为那天 我亲眼看到他和他爸被人绑着 差点用火烧死 而那个幕后指使者 就是那个你捧在手心里 怕画了在秧一秧 你把他交给我 我会处理的 鬼眼里 亏你还是堂堂总裁 你的智商都被狗吃了吗 就算他没有那块玉佩 他出现在你面前 你也应该认错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像剑 而不像诗 赵云到底是谁 你睁到你的眼睛好好看啊 紫阳 你为了一个满眼利益学心的 求孙非 连 连咱们这几十年的兄弟情谊都不顾了 顾燕链 睁到你的眼睛好我看看 杨阳 自想父母双亡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亲人 而现在你找我们那个杨阳 他父母双全 有胸有脊 看清楚 我看到了 而且绝对不得了 没有什么我可看 赵云在被你认做梦泱泱的那一天 他就把他们训练 送到了身里 为他 就是不让你找他 现在你看清楚 你心心念念的那个泱泱 他就是个冒牌货 我已经调查过了 我派人调查过了 我说过了 就凭一块玉佩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不不 他是谁 只要他敢冒充泱泱 我绝对不会让他有好下诚的 他 赵云我会交给你 但是 希望你能履行承诺 他也告诉我 真正的泱泱在哪儿 不知道 我也在找 依依 你到底是不是泱泱呢 他怎么样了 外伤都已经包扎好了 这位小姐扶大命道 连心脏的位置也异于常人 那一刀不是真理之 杨阳 你都生病那么久了 什么时候才能好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的心脏长在右边 你不要告诉燕丽哥哥 我害怕 他觉得我和正常人不一样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吗 嗯 日间只是直觉整下 我以为夫妻 不行 我要去燕整下 我以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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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阳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没 没什么 杨阳 小时候我无法在你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如今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错过 你还没告诉我 真正的洋洋在哪 依依醒了 夕阳光 依依 你终于醒了 李依依 你的玉佩是怎么 顾艳丽 你一定要在依依 刚逃出生命危险 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说这些吗 这些人对我很重要 那本来就是我的玉佩 依依 你能别闹了吗 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赵云从你身上拿走了 那你的玉佩呢 你的玉佩从哪来的 告诉我 所以 就算你听见了赵云的话 就算我差点约为你而死 你也不相信我就是孟央央 你 你从来就不会相信 你不会相信孟央央 会变成一个满眼是钱的 是快的 算计的女人 还是你不相信 孟央央央会有一个农民工的 哑巴的父亲 还是说 你就希望孟央央早就死在那场大火里 我确实没办法相信你 李一叶 以你的身世 你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价值连城的玉佩 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玉佩另有其人 你就像赵云一样 盗取她的记忆 盗取了她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 我有什么目的 接近我 进入我的视线 然后完成跨越性进阶 进入上层社会 进入你的视野有什么好处 你动辄就拿钱羞辱我 进入你的视野 最坏的结果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爸爸 差点就因为赵云的疯狂而死了 我想请问你 顾大总裁 有谁 会用自己亲人的生命 去花一场荣华不贵吗 你会呀 你放心 你身上的每一个伤口 我都会给你每一笔钱 补偿给你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的 我就不是 用钱解决不了 那说明给你的钱不够 我会再给你一百万 免除你父亲的所有医疗费 只要你告诉我 我真正的洋洋在哪 告诉我 顾恩 拿着你的钱 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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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还没清楚 在这江城 谁说了算 顾恩里 拿着你的钱 拿着你的钱 跟你到我门关出去 这个医院都是我的 顾恩 你别 别 顾恩里 你现在真的很浑蛋 没有任何人 能阻止我找到我的杨阳 顾恩里 那我就告诉你 不管这辈子 下辈子 你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他 顾恩里 我信你的 可他不信 顾恩 没关系 以后我陪着你 四阳哥哥 江城是他的天下 你站在我这边 就是与他为敌 我不想你能走 如果是你的话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那就如何 顾恩里 原来 我们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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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杨阳在哪儿啊 我的杨阳在哪儿啊 顾总 私杨舍尔的人 把杨舍尔的身份 给我调查清楚啊 他的那块玉佩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再给我问清楚啊 他到底知不知道 真正洋洋的下落 爷爷 你想啊 谢谢 你放心 这里是我家 我请的医生 也不是故事医院的医生 谢谢你啊 四阳哥 不说这些 也想好好养病 四阳哥 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最开始怀疑 是第一次 救你 你从医院醒过来 慢慢相处 发现你和杨阳 有九分像 再后来 听到医生说 你的心脏不在左边 我 我查看了你的胎臂 你看 你看 连你都可以认得出我来 但那个 口口声声说爱我 在意我的人 却根本忍不住 燕丽 燕丽她只是被赵云蒙蔽了 那如果我不是孟洋洋 我就应该被这么对待吗 你还会为我结尾 帮我说话吗 其实 出遇你的时候 我并不认为你是杨阳 只是 一个人的本性不会变 我 我替你回答 你不会 你跟顾燕李一样 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孟洋洋而来 而我就是礼仪 我不愿意被你们骨鞋着走 姚阳 可是你从始至终 你都是姚阳了 我想去医院看我爸 你先别着急 叔叔在医院接受治疗 你这个样子 出现在他面前 他会难过的 可他看不到我会更难过 叶丽哥哥 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你终于来看我了 叶丽哥哥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不要不理杨阳 好不好 不要 不要再选杨阳了 我 我就是杨阳 告诉我 你的玉佩从哪来的 还有 真正的杨阳在哪 叶丽哥哥 我不能再做杨阳了 别再挑战我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你得陪我睡一觉 自从我坐上总裁的位置 每天想拔上我 你床的女人不计计说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 那就要看孟阳阳 对你到底重不重要 你为啥 你威胁我 满足我 我就告诉你 真正的孟阳阳在的 就是你这种伙子 跟阳阳提携的五倍 既然你拒绝了我 那我就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 孟阳阳在哪的 你别想着拿我的父母来拿捏 我告诉你 我跟李依依那个蠢货 一点都不一样 你走吧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办人呢 跑了 跑了 他是癌症病人 他能跑哪儿去 你是家属是吧 你来得正好 先去把药费叫了 这病人趁我们换班 直接跑了 我们整个科室 都因为他IP了 你先干 废用我会取消 人 你们有找到吗 我不知道 这都跑出去多久了 出了医院 我们该不负责 我爸 我爸才能去呢 谁管你接 宝安 宝安呢 对不起对不起张秘书 我刚没注意 他一下就溜进来了 这个月继续扣除 宝安 宝安 求求你们 让我见见我女儿 他妈装什么可怜 把他带走 住手 宝安 顾总 打扰了你了 我这就出来了 你们几个 被开除了 啊 我们做错什么了 是随意放陌生人进公司 这是其一 欺负弱小 这是其二 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我有话问吧 是 李依依是你女儿 李依依说在这里上班 能不能帮我找找她 张秘书 去找一个会收益的人进来 小李 小李 顾总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我要依依 她说来这里上班 但是很久没消息了 顾总 她说她不要钱 她要找女儿 李依依可是给我带来很多麻烦 她抢走了泱泱的玉佩 试图用泱泱的身份接近我 现在还隐瞒泱泱的下落 这些在她身上 死一百次都不够她受的 依依 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求求你不要和她计较 顾总 不过依依是个好女孩 为了你甘愿第三下棋 如果你这样做 她看到会心疼她 您是大老板 她还小不懂事 您别和她计较 告诉我 你依依是不是你亲生的男儿 顾眼里 你欺人太甚 爸 你起来 你 给顾总认错 我没错 我从头到尾都没错 顾眼里 你简直是为父不仁 欺负我爸算什么本事 顾总 没有欺负我 顾总很好 你快点道歉 怎么先出去吧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 说出泱泱的下落 我会给你们一笔钱 并且给你最好的医疗治疗 二 如果违抗 后果自负 顾眼里 你着实过分了 我过分 我能做到今天的位置 都是为了找到杨阳 这块玉佩 就是找到杨阳最关键的一作 我绝对不会放弃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杨阳知道了 她会伤心的 好在我这二十年来 日日夜寻觅没有任何消息吗 顾眼里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认不出我 却把我逼尽死路 看来你们已经做过的选择了 林一夜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顾眼里 有什么冲我来 没必要拉上我吧 收购完花小区 拆除所有伪贱的缴子 一旦有违抗者 详细拆除 喂 你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爸 叔叔 爸你起来 顾眼里 你会后悔的 从我开始要找杨阳 你们每个人都说我会后悔 可我现在后悔了 我后悔我没有更早 更快的找到杨阳 让你们这些小人有即可扯 爸 起来 起来 叔叔 我会跟依依 一起想办法的 我给你们三十分钟 收拾你们的东西 离开哪里 爸 我们走 顾眼里 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来个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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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子 干啥子 我们都不知道哪儿 叔叔 想死来个试试 来个试试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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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 你怎么才来啊 出事了 来了一群猜天办的 要说咱们这是伪装建筑 说要拆了这儿 咱们以后该怎么办呀 什么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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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了 他们就这样施工吗 告诉 今儿 这事有谁敢当过了我的事 一个 谁会收拾 谁允许你们拆到 这是我们家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拆件的命令 哪来的黄毛呀 你要大人死了 能到底多来说话 你 你不能 把我女儿 没想到江城居然有这阵子 居然做个一群渣子 哈哈哈哈 他怎么嘴巴松干净点 必须动手 四爻 不允许告诉胡彦里 这里 不允许他拆 对 不允许任何人插我们的家 不允许任何人插我们的房子 不允许任何人插我们的家 不允许任何人插我们的家 牛角 不允许做什么 内套 不动手也行 让这娘们儿 跟她那哑巴爹 给你棍下道歉 你说你知道的 你怎么证明 我有证据 娘们儿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最好别玩老子 在床底下有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面有一个小裙子 把小裙子拿给顾眼里 他一看便吃 去找 不错 你说你啊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干嘛这么要强呢 对不对 你看 你早说 你爸就不用吃这么多 对不对 现在 可以放了我们了吗 不能 什么 一出二分了 顾总说了 只要打听到孟小姐的下方 其余的 一概 你想干什么 继续动手 不要 放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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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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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 你回来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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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住手 老奴终于找到你了 供赢小姐回家 简直就是亲人猜事 亲人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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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 他俩不归 你们就无家可归 选一个吧 忽家忽畏 不归与不归 你都会这么做的 动手 怎么办 难道要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让整个小区的人都无家可归了吗 看过保鲜 用车脸 我是李氏集团李思阳 今日之事 我会跟你们共总沟通的 共总说了 别来站边 你阿爸 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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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贵的 我敢 爸爸 没本事 但爸爸不会让你做 你 你无想做的事情 你无想做的事情 爸 不要滚 听我的 我没有 叔叔 爸 爸 叔叔 不要滚 叔叔 爸 不要 不要滚 我现在就告诉公园里 要的下了 爸 爸 别滚 求求你快选几天 让大家好找到安身之处 求求你 叔叔 爸 爸 不要 爸 不要 亚爸 我跟顾总 是亲戚 你只要让你女儿陪我睡 我倒是可以帮你去说道说道 哈哈 哈哈 卑鄙小人 狗家人是 你 爸 他这种人不值得你这么做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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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他老子 老子看上你女儿了 是你家的福气 既然给脸不要脸 嗯 从你家下开始摔 动手 不要 不要 谁敢来一个试试 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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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告诉公园里 我知道 冯瑶瑶的下落 您是 您是什么人 想跟蓝跟我们做事 不想活了吗 阳阳小姐 老爷 时刻在家等您回去了 对啊 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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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来之前 得到消息 这里 交给我处理 让他们放了我爸爸 还有 他们要强拆我们的房子 您能不能帮帮我们 小姐 我们来晚了 让您受委屈了 他妈的 在老子面前装什么笔的 我们小姐人心事 能不能帮你住 我伤了来欺负他 我那是顾 亲戚 你们 能来这么对我 你们都不要活了吗 顾燕你算什么东西 我一去告诉顾燕 是让我家小姐发话 顾氏集团毁灭 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那丢回去给顾燕你 就当对闪家的见面你 好大的口气 顾燕整个江城 顾家支手这天 你们 都得死 那你回去问问顾燕 江城之上的京都 谁说了算 你 你是京都沈家的人 京都沈家是什么 京都沈家富可帝国 只要沈家点点头 最上连整个大厦 都会拱手相扎 这沈家的人 怎么会喊一夜 大小姐呀 传闻沈家大小姐沈碎 为爱离家 一直没有踪影 沈碎大小姐多年前 嫁给江都梦家 那些好景不长 你家人惨遭贼人陷害 掌声火害之盾 燕燕 原来 原来沈阿姨就是沈碎 小姐 也可找了你整整二十年 燕燕 太好了 你还有亲人在世 沈管家 我不管前程往事如何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他们不要再欺负我的爸爸 还有 不要再侵犯我的家 请尊小姐嘱咐 南华小区县一只沈家产业 告诉顾业的 我不给小姐三寇九拜 顾氏 三日里倒闭 滚 走啊 撤啊 人人有受到损失的 全部由沈家承担 啊 真的 太好了 你救了我们 太好了 你救了我们 你救了我们 小姐 老爷吩咐找到您 立刻带您回去 我还不能回去 小姐 老爷找了你整整二十年 老爷的身体 不容乐观呢 我爸养了我二十年 他的身体同样不容乐观 而且 还有赵云跟顾雁李 强加在我身上的磨难 我要一一 还回去 来之前老爷已得知所有信息 只要您回去 老爷会安排华夏最好的医生 给您养父治病 不如 我先送 你先让回沈家 您先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再回去 不好 我 不去 爸 您的病不能再拖了 这是给您添麻烦 我不要 沈管家 我爸的事情就辛苦您了 你先手 这带去 爸 外公是很好的人 您去沈家 我也放心 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 我立刻就去找您 好不好 我 不要去 这些人很凶 我 惹不起 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夹在我们身上的磨难 我都会让他们缓缓来的 爸 你现在 只需要好好养病 等我回去 沈管家 我不管你们怎么认为 但是在我心里 我爸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们有半点怠慢 后果自罪 请跟小姐指负 对了 要我回沈家 还有一个要求 小姐 您要求您尽管提 我也说了 您的一切要求 全部都满足 我要让顾艳临 回不当冲 顾总 顾总 我是你亲戚啊 顾总 这口气 你一定得替我出啊 我去拆了那老东西的房子 那老东西还动手打我 结果 结果他们还找了些演员 装作是沈家里人吓唬我 顾总 真不是我不执行任务 他们人太多了 兄弟们没法动啊 大远孟小姐消息 顾总 这儿有个铁盒子 这是算看研究两人拿过来的 你哪里说呀 您看了 你自然也知道 顾总 您看我这伤 这区一趟医院 尤其得不少钱吧 你去财务部拿支票吧 好嘞 谢谢顾总 谢谢顾总 张秘书 我不希望在公司见到这个人 带上财务部 去给安华小区每一个有损失的住户 进行双倍补偿 顾总 属下不明白 为何要补偿 如果不赔偿 李依依又怎么能拿钱 去给他费心治病 以他的性子 今天经历了这些事情 一定不会再让他的父亲 在这个医院继续治疗 他爸爸的病 以后用到钱的地方还很多呢 顾总 你是想给你一页钱吧 那我又不直接给他 你对他家的帮助也不少 非要弄成跟仇家一样 出去吧 是 燕丽 你以后别找杨阳了 叔叔家做生意出了点问题 你们顾家 别被我们连累了 叔叔阿姨别担心 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会保护好杨阳的 小杨 我知道你一定在乎是别 你走着我 我一定会把你找到的 李希希 秀沈言 李依依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杨阳的 为什么 杨阳的所有事情你都知道 可为什么又要对我隐瞒 难道说 杨阳已经不在了 进来吧 顾董 咱们一直想合作的凤雾集团 他们来江城了 这是他们本来的邀请凤雾 凤雾集团 一直不与京都以外的集团合作 如果我们能拿下这次合作 我们集团一定会更上一层 顾总 本次宴会需要带一名女伴前往 这是我为你列出的清单 上面都是江城的顶楼世家 大家可秀 王市长的女儿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 你最本配 孙航长的女儿也很好 嘉静音是跟你同配的 去把李依依给叫不来 顾总 你该不会是带李依依去宴会吧 这万万不可 他无权无事 除了一张脸 一无是处 谁说他一无是处的 李依依仅仅是用了一晚上时间 就找到了我们集团内部的问题所在 留给我们的问题 找到了姐姐的办法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 会是一模是出的 顾总 可是他对你意见博身 不明白 您对他的良苦用心 已经提交李依依依依了 我会 找到李依依在哪 告诉我 是 李依依 你为什么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到底有多少秘密是赶着我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放你做的 小姐 老爷为您在江城安排了一场宴会 这些高定义俗是老爷专门派人为您定制 帮我谢谢外国 小姐 老奴多问一嘴 在江城 您可否有忠意的人 感情这种东西 对于穷人来说 简直就是奢侈 今时不同往日 您现在是沈家千金大小姐 这宴会一过 追求您的人将会数不胜数 您最好 从中挑一个 我明白了 这是外公给我安排的相亲大会 老爷年事已高 您有了归宿 您才会安心 如果小姐没有选择好 最后 则会是老爷帮您选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我想尽情 这难道 就是做千金大小姐的代价吗 晚上朋友去一会 顾艳丽 顾总裁 麻烦您弄清楚 我现在已经不是 你公司的员工了 你没有任何权利命令我 我没有同意你的理智 不过说 是我的先生 那笔钱 就当我把玉佩 卖给你们了 那是我应得的 我后来 想通过辛苦地努力赚钱 可是顾总你对我百般刁难 我就想问 我想清清白白地赚钱 有什么错 你错就错在 动了羊羊的东西 我跟你没有关系 所有的关系 都是因为孟羊羊 可我是人啊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也有尊严的 您知道吗 而你 顾艳里 摧毁我的尊严 甚至想摧毁我的家 就是因为你想找到孟羊羊羊 我想找到羊羊有什么错啊 今晚应会 我就会告诉你 谁是真正的孟羊羊 沈严 顾总 我会告诉一切你想要的 但是 从今晚以后 我们就是陌路人 顾总可能做到 羊羊的消息终于可以知道了 可 为什么明明跟李依依划清界限 却那么不想答应她的要求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陌路人 就是从今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死生不负相亲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我地位悬术 我不过 就是一个缺钱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老女 这是顾总您给我的评价呀 你当真要这样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我让你在故事上班 收起你那高高在上的姿态吧 我 我是一个这么不堪的人 我想要跟你划清界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您总是想要推三组四的阻拦 你当真要这样 没错 好 我答应你 顾宴里 不知道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淡定吗 既然 你现在做我的女伴 拿上这张卡 去买鞋型的 我不缺男人给我买衣服 但你是我女伴 说我捞女的是你 给我花钱的也是你 顾总 您的心思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我只是不希望 你用你四羊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为 顾总在吃醋吗 你应该摆清自己的姿态 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 也不配我吃醋 我只是有精神洁癖 不希望跟别人用同一样东西 这张卡 够你在全世界请最好的设计师 定这一堂人 顾总 这张卡 可能不够自可 晚上见 归宴里 你不会觉得伤害了我 差点回了我的家 然后说一句请求 就可以一笔勾销吧 四羊 还不去 我让你你干什么 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疯了 他带你 还这江春最好的酒 给你开最豪华的房间 还可以买这一堆衣服 他可以为什么 神经病 你想要更好的物质生活 我可以给你啊 顾燕 我说烦了 说腻了 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想要过你一分钱 可你也没少拿 如果 如果你家境贫穷 你的父亲身患绝症 你会不会想拿那分钱 老顾 还挺早啊 李一是我的女爸 一一可没拒绝我呀 我已经替一一拒绝过了 至少 拒绝我的话 不是太亲口说的 四羊 一一是我的女爸的事 已经是事实了 与其你在这干等 不如现在去找一个女爸 我猜 这次宴会对你们李家 也很重要吧 宴会对李家重要 对我可不重要 我非常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是不会把他让给你的 谁说我要你让啊 你意思是要跟我抢了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在被教育 不要跟你抢东西 但这一次 一一我志在并不恶 我警告你 李一一他不是商品 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他真的很好笑 如果你知道你对他做过什么 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的事不想你管 我压根没兴趣管你的事 但是 如果孟泱泱知道 你现在为了一个女人 跟我针锋相对 你觉得 他会怎么想你呀 我警告你不许胡说话 至少我对一音 不称杂第三个人的存在 而你那顾宴里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听不清楚 至少我对一音 我被自己掩护的 阿强 你计划不过 你不许胡说话 你也不知道你怎么不许胡说话 上车 跟我走 把手松开 如果我说不能 紫阳哥 我答应他了 对不起 你不需要跟他说对不起的 顾雁烈 在我没后悔之前 我劝你最好把嘴闭上 我把我老妈的项链 偷出来了 可然 她很配你 这是你家传家宝 用你管 美女 当然要配最好的手势了 对吧 谢谢紫阳哥 顾雁烈 我劝你照顾好姨姨 如果她在宴会上 有什么审视 我拿你是我 姨姨 这次 你还是选择了她 顾总没选你 顾总没选你 没想到 留学这一台女 居然 也不选她 姐姐 你不也一样 我们两个是将成 数一数二的美人 论家是背景 没人比得过咱们 这沈家的宴会 顾总不带咱们 能带谁呢 就算是金城的第一世家 谁要谁敢抢我的位置 今晚 我也让她吃不了 斗着 希望顾总 给我们好一点的情敌 为我们共同的敌人 举杯 顾总和这位女士 简直是郎才女貌啊 这位小姐看着好眼神呀 好像不是江城人 实在是太紧扬 能见此美梦 真是此生无憾 传闻 顾总一直在等 孟家大小姐 从不计女色 难道这位 就是孟家的那位千金 怎么会是她呢 她是不是李依依 她不过就是个穷鬼 居然还上了 京城的贵族学校 还抢走了 我笑话的头衔 我还以为她 早已经沦落到 街头吃不上饭了 没想到 居然出现在这种地方 走 去会会吧 你刚才在这 我去夜路去 你这个是怎么这样 这种人对不起都不说 你有没有点教养呀 他爸爸是个哑巴 哑巴怎么可能有家教 哦 迪宝霍 我说你成天在外面 干那些勾引人 当小爸的勾当 你那个哑巴爸爸 又是知道了 该不会 被你气死了吧 你们闹够了吗 迪宝霍 我还以为 她是什么大小姐呢 我呸 原来是个小三啊 我真是瞎了眼了 才觉得她跟顾总 才是金头玉女 你们懂什么呀 人家顾总从始至终 只喜欢顾家大小姐 其他人不过 只是玩玩而已 李依依 王小姐好心好意 给你敬酒 你却对她动手 未免也太逮捕了 我没有 这是你们的污蔑 酒是她自己泼的 跟我没关 李依依 所有人都看着呢 是你把酒洒上去的 怎么 真以为爬上了顾总的床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时间 跟你们开玩笑 要么赔钱 要么跪下磕头道歉 否则 别想乱狂无缩地 从这儿走出去 就是 还不赶紧下跪道歉 还不赶紧下跪道歉 谁对她有意见 顾总 你总算来了 你跟李依依是以前的老同学 我本来想跟她叙叙旧的 没想到 她竟然把酒 换了我一拳就都是 你干呢 我才不会做这种 下酸烂的事 都看到是你做的 在这儿装什么情侯 既然大家都看到了 那确实有意见 顾眼里 你信我一次能死吗 拿着 既然 大家都看到了 是你把酒 扑到王小姐身上 但我又没看到 不如 你再复刻一下 李依依 你放了吧你 王小姐 等你放尊重点 她是我的 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 要双倍还回去 明白吗 这次多谢你 我没想到你会帮我解围 如果以后不想受了解 记得要还手 姨姨 我跟你拼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财劲 姚姚 你今晚可真美 和你的胎记一样美 姨姨 你到底是谁 你说呢 燕里哥哥 梦杨杨 你是梦杨杨 没错 我就是梦杨杨 不可能 你小就是个穷鬼 他爸爸还是个哑巴 他怎么可能 会是梦家的大小姐呢 就是 你以为这里没人认识 你没人知道 你的过去是吗 以什么祸死 大家一心二绪 装梦家大小姐 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人 那可是尊上下令 册封的梦家 你这般冒冲 便是对顾总 梦家 还有尊上的不敬 我回去就告诉我自己 让他禀报尊上 这次 我看你怎么逃 你根本不配 这样给他说话 老大 这里 我们上顾总说话 参见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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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是沈家的大小姐呢 这大小姐 带走 慢着 王小姐 刚刚你说我被退学 讽刺我和老师有不正当关系 那你怎么不说 我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生学 还有 是我撞破你和老师有不正当关系 怎么反帽子扣到五丛上来 我别走 这杯 敬你我的虔诚往事 你 你小人得知 谁是小人 沈管家 传令下去 沈氏集团从今日起 严厉对抗王氏集团 我要让王家无复存在 是 放开我 依依 孟小姐 事我永远不识太深 稳钱你想不懂事 当初上学时还 还欺凌过你 还造过你的谣 求你原谅我 明日 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孙家的消息 不 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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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放过我孟小姐 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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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吃了这么多苦 我先前还如此对你 今日宴请大家至此 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 孟泱泱 孟家遗珠 沈家大小姐 回来 我 孟泱泱 回来 这 杨哥 为什么 这一次我感觉你离我好远好远 顾总 你想知道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答应我的事情 也请一定做到 艳丽哥哥 再见 再见 沈管家 走 艳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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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上开 我问话跟他说 顾总请自重 艳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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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顾总还在后面 甩掉他 艳丽哥 艳丽哥 从此我们 一别两关 爸 妈 是女儿不孝 现在才来看你吧 艳丽哥 艳丽哥 你能乱别走 我有话跟你说 顾眼里 你答应过我的 我告诉你神势真正的梦 艳丽 你我死生不复相见 艳丽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不早点告诉你 顾眼里 你不觉得你这句话很搞笑吗 是你把赵云当宝贝 我告诉你 他偷了我的玉佩 你信吗 我告诉你 我是真正的梦 泱泱 可是你让我去陪酒 男我爸的命危险 甚至要拆了我们的家 就是因为你想知道 梦泱泱的下 顾眼里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 是你 把我推得越来越远 是你 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 艳丽 对不起我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你给我一次机会 你知不知道 我这二十年来 找你找得多辛苦 当年我冲你火灾现场 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到你 这二十年来 没有一点你的消息 杨阳 你知道 知道 我都快疯了 杨阳 简直是不可理喻 杨阳 这块玉佩 就是这二十年来支撑 我活下去的信念 太假了 太假了 顾眼里 杨阳 我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 我与你而言 不过是你赚钱的噱头罢了 如果我真的那么重要的话 在你知道了赵云不是孟阳阳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对我呢 因为 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你是 我再说一遍 即便我是李依依 你也没有任何资格可以那么对我 阳阳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阳阳 你我此生 再无任何机会 你的意思是 李依依可以是吧 顾眼里你不觉得你很不可思议吗 我们之间的事情 跟李依依有什么关系 孟江江 咱们见过这么多次 你都没有告诉过我你是真正的泱泱 至于那个李依依 你可能很早就告诉他 你是泱泱了吧 顾江江 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啊 没错 他可以他就是可以 因为李依依依从来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 我们小时候你说过 你要嫁给我的还算算算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 阳阳 你别再闹了 别再闹了 顾总 帮我保留着孟家的别墅真是辛苦了 等我跟四阳哥哥结婚的时候 记得来做证婚人啊 我这次绝对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顾眼里 你我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顾总 我会告诉你一切你想要的 但是 从今晚以后 我们就是陌路人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陌路人 就是 从今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死生不复相再 顾眼里 她明明跟样样有那么多心思 为什么你发现不了 杨阳 我绝对不会再把你弄掉了 张秘书 云谦去财产公正处 我要将故事集团 全部交于杨阳的名下 顾总 故事集团可是您的心血 我这整个故事集团 都是为了杨阳创立的 杨阳 我会用尽一切奔向你的 老爷 小姐已经启程回京都了 怎么样 小丫头的心情 还好吗 小姐 郁郁寡欢 年轻人 是这样的 不过 她现在跟顾家那小子的关系 那么僵硬 她要是知道 他们早就有婚约 不知道会如何呀 那这件事 要不要提前跟小姐说 小年轻谈恋爱 咱们就不要跟着畅畅了 如果不是跟顾家那小子结婚 我那么多的财产 和她妈妈的那一份 她可就拿不到了 沈管家 少爷 那个鸭子什么时候 小姐依据明天就能懂 我爷爷什么意思 少爷 老爷的心事 我们做下人 你像不敢揣刺 别以为我不知道 老脱子公益 这这个鸭子 最容易不复杂 滚了 我先 爸 家里的事 你不用操心 你只是要知道 没人能够拿走 属于你的东西 可是爸 沈岁已经死了那么久 怎么突然冒出 一个没死的女儿 我怀疑 老脱子他是故意 他从来都是偏心的 你教我多少次了 不许去家里提这些 知道了 爸 找这个人 是 你长个眼 少爷 对不起 原来是你这个哑巴 在我家白吃白喝的 我还得花钱给你治病 干的事就这么毛手毛脚 来人 给他找找记性 过去 谁让你是孟泱泱 最在意的 他也过来 这游泳池里的水呀 都是比赛系的 群体 今天就是你开开眼 压不住他 你们就替他说话 你知道吗 你做错事 你最大的错就是 不应该捡起孟泱泱 就应该让他死那项大 不过现在他回来 我当然要给他准备 一份大的辛苦 去死吧 住手 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我沈家了 堂堂沈家公子 就是这样待人见物的 我处理我家手下 需要你来插手 还能坚持啊 别让 一 知道 乌烟 你来我沈家 指手画脚 未免管得太宽了吧 那就让沈爷爷 盘盘盘一下 到底谁对谁做 爸 你醒 爸没事吧 你这怎么了 燕丽哥哥 你到底怎么了 他可是 泱泱姐姐的爸爸 你冲进我们沈家来 不由分说地害他 你居心何在啊 不 燕丽 我们两个的事 关我爸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燕丽 我没有 你没有 你为什么在这 我来 就是想看看 你在拜访一下沈爷爷呀 姐姐 他胡说 要不是我们来得快 李叔叔早就 爸 爸 顾燕丽 要是我爸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拿你的命配 我拿你的命配 谁管家 顾燕丽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么不肯 你做这种事情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顾燕丽 不管你信不信我 我只想告诉你 在这沈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相信 我连自己家人的话都不信 会相信一个外人 沈管家 送客 行 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很想你 孟燕燕 我们每个人都想你死 谢谢你啊 孟姓弟弟 我先去看我爸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情况不容乐观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爸 爸 对不起 是我让你受苦了 是顾总 救了我 我知道 顾总对你不一样 你要好好把握 爸爸没多久活了 爸 你不要乱说 你会长命百岁的 你要离开沈家 他们都是坏人 我知道 我会离开的 但是在走之前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杨阳 找我什么事啊 开门见山 李思杨 我需要你跟我结婚 杨阳阳 你知道我的心意 但 我也不是趁人之危的人 我爸 差点被沈梦兴杀死 是孤燕里救了他 这小子 又羡慕你了 我妈 给我留了一份遗产 但是我要拿到遗产 有一个条件 就是 我要结婚 杨阳 我很开心 你能在这种时候 想到我 但 杨阳哥哥 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我要保护我爸 我还要查到 孟家大伙的真相 所以我必须要 拿到那份遗产 现在沈梦兴的爸爸 也在找我妈这份遗产 所以 我需要你跟我假结婚 我不愿意跟你假结婚 懂吗 杨阳哥哥 我求求你 我真的需要 你跟我假结婚 一年之后我跟你离婚 孟家财产 我分你三分之一 我好歹是堂堂李家大伤 你觉得 我缺这点钱吗 那 我想要的 是你真心实意地跟我结婚 而不是跟我假结婚 对不起 杨阳哥 我知道 从小到大 你的心里就只有孤雁里 我觉得 如果你们两个想修成正合的话 需要好好聊聊 不必了 从他把赵云错认成我开始 我们之间就回不去了 这个 或许能帮助你 找到孟家大伙的真相 谢谢你 杨阳哥 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如果下次 你要是再问我的话 我会立刻答应 思雅 东西给他了吗 这种刷好杆的事情了 为什么要让给我呢 因为我做的事情太过危险 太怕牵连到他 而且啊 他现在对我误会颇深 就算是我给他 他也不会相信的 我爸 差点被沈梦兴杀死 是孤雁里救了他 你们两个但凡有一个人 长了嘴 就没有什么事了 思雅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求过你事 但现在 我想求你这件事情 那 我可得好好听听 你要跟杨阳结婚 顾雁里 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 今天我去见沈家爷爷了 他说了 只要我跟杨阳结婚 才能拿到财产 但你知道的 他现在对我神无统极 肯定不会同意的 指定结婚的人是你 换成我也没用啊 我已经跟沈爷爷说了 你是最适合保护他的人 他同意了 顾雁里 拱手让人 这个不是你的风格 我只是希望他平安无事 沈家的障碍 我会替他缠除的 希望你不会后悔 我爸让我来找你 沈家都是痛快的人 只是不知道我的要求 沈上也能否满足呢 试成之后 五千万会打掉你的掌握 那就祝我们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像 太像了 外公 这些年 辛苦你了 外公 这些年真正辛苦的是我爸 你爸 能把你拉扯大 也真是不容易啊 但沈家有人不欢迎他 外公 如果我妈妈在世的话 他也不会高兴的 性子跟你妈一个样 外公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还请您不要阻拦 也不要插手 年轻人的事 我不会管 但三日后 你必须结婚 我要嫁给李四瑶 那顾宴里呢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死生不复相见 好吧 那就医你了 爸 你就好好治疗 三天以后 我就结婚了 怎么 这么急啊 是外公安排的了 我要嫁给李四瑶了 我 不同意 怎么了 您不是也一直夸四瑶哥哥吗 哎呀 你 不爱 他 这小姑娘 看这细皮嫩肉的 咱哥哥呢 好好爽爽 京都沈家大小姐的事 那肯定金包啊 我破不及待了 住手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还想英雄救你 你 你 呃 呃 呃 姑娘你 求求我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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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子 你再敢动我一下 我让你的小美人身上都几个哭了 把他给我放开 放开 可以啊 你给哥们磕起个头 怎么着 你以为我吓唬你 我也跟他 你看这小美女就美的 看看咱们两个是怎么这么的 神家天津的 四 四 后面还要更愤怒 当着你的面睡得比哟 得多自己啊 我说过别动他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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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 说了 谁派你们来的 说呀 我说 我说 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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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给弄鱼钱 把他们网工杨阳 给那个之后 发到网上 杨末云身败名利 杨阳 把这人哥抓起来 别让他们死了 云云 是赵云做的 都怪我 是我当时心太软 放走了他 我会处理好他 别告诉蒋云 别告诉蒋云 是我救了他 李远离 我确实做不到你这样 别杀我 别杀我 求求你 救救你 不要 不行 东江云 郭云 你小心 云云 你想了 慈阳哥哥 是你救了我 又是你救了我 那两个人 是赵云派来的 这个里面 是证据 这样 我赢的几率又大了一些 赵云呢 他 畏罪潜逃 自己跌落悬崖 死了 我爸呢 叔叔在一个 很安全的地方 我想见我爸 见不到我爸 我不安心 你放心 我以性命一分高 谢谢你啊 四阳哥 毕竟 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另一半了 做事总得周全一些 你同意了 能娶你 三生有限 我们结婚之前 我就会行动 都听你的 严严 来 坐我旁边 不许坐 舅妈 不知为何我不准坐 老爷子 您有所不知 现在外面都传疯了 说咱们这个大小姐 是个假货 就是 您可别拎他们瞎屎 我倒是想听听 都说了些什么 老爷子 您跟这个泱泱 做了DNA鉴定吗 魏芳 这就对了 这个女人 之前在江城 大闹宴会 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孟泱泱 可是咱们泱泱 明明就是个苦命的 一场大火要了性命 再说了 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从 那么大的火里面 逃出来呢 虽然我不曾和外公 做过DNA见证 但是 我这张脸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怎么 是我长得跟我妈妈不像 还是舅妈 您的眼睛坏了 长得像 可以整容啊 沈家地传女子 锁骨处都有一处胎记 舅妈不知道 一个胎记算什么 孟家那场大火 就是从孟泱泱的房间里 烧出来的 你身上连一块 烧破的皮都没有 还有完整的胎记 鬼才相信 你是从我国里扒的 二十年来诸多传闻 可是 从未有人说过 火是从我房间传出去的 不知舅妈怎么知道 火是从哪来的 杨阳 你舅妈没名话 不懂得这些 你就不要和她计较 如果我说 我就要计较了 舅舅 舅妈 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会梦到我的爸爸妈妈 来损命吗 好啊 杨阳 这就你这养父给你交的 没大没小吗 我这是跟您学的 毕竟你也杀死了 自己的亲妹妹 孟泱泱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你这是乌业 孟泱泱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嗯 看 孟兄 让你姐姐把话说完 你怎么虐待我爸爸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啊 孟泱泱你不要太嚣张 你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爸爸妈妈打的 疯了 来人 孟泱泱拿下 他我 爸 你管不管 我可是你亲人的 我这是替我爸妈打的 更是替我外公打的 二十年前你嫉妒我爸妈 亲手放火烧了孟家 我爸妈为了救火 活活被火烧死了 那个时候 你怎么不说他是你的新人 爸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你们联合外人 转移沈家财产 纵火孟家 还有买通赵云 杀我的证据 都在这儿 建筑 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啊 你 天心 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 你能注意到我吗 我为什么不能不再抢 你这个老东西 我为什么不能不再抢 来人 给我押起来 放点我 我为什么不能不再抢 杨阳 爷爷老了 这些打打杀杀的事 你来处理吧 沈管家 我要让他们下班辈子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杨阳 是爷爷不好 没教育好孩子 害死了你爸妈 现在又害苦了你啊 外公 外公年纪大了 以后沈家都交给你了 孩子 你嫁给李四扬 你想好了没有 嗯 是李四扬救了我 他总是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世间总是痴难愿与多 当年你妈妈也是这样的 当年我妈妈是怎么选择的 你妈妈跟你不一样 她直选她爱你 有请新娘登场 在我心里 你是最美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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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 你愿意和美丽的小姐结为夫妻吗 不论顺境或者逆境 不论健康或者疾病 你都愿意照顾她直到永远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新娘 你愿意和李四扬先生结为夫妻 不论顺境或者逆境 不论健康还是疾病 直到永远 你愿意吗 新娘 你愿意吗 我 我不愿意 我愿意 我说过 我会不顾一切分享你的 跟我走 感谢 不需要 有 不需要 不 不宝贝 不羡猎 有 无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